Hello 大家好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和大家聊聊我的貓 大家都知道我是養了一隻貓 貓女 叫B 今年是15歲 今年應該是16歲 應該是... 所以我當它是9月到生日 為什麼? 因為我這隻貓 講一講歷史 我媽媽的朋友開賣衣服的店 附近後巷有些流浪貓 本身有一隻貓 剛剛出生不久 下了一場大雨 然後衝走了 她媽媽和兄弟姐妹 只剩下一隻貓 然後她拿回來 剛巧我們想養一隻貓 她知道之後就給了我媽媽 所以拿了這隻貓的時候 就已經是... 都好像... 不太肯定 都應該有一個多月左右 不是剛剛出生的 我看上網看的資料 其實... 我經常沒工作 上Facebook那些... 貓... 即是貓專頁 那些社團 然後她有很多網頁 我看過其實貓最好 就是剛剛出生 你頭幾天就... 她最認人的 即是你... 如果你頭幾天對她... 即是經常... 在她旁邊 她就通常會認你是她媽媽的 但因為我這隻貓 當時都一個月大 都會走路 我看到我第一隻 養的那隻貓 走路都不會走路 即是完全是... 出生兩三天就拿回來 那... 這個說一說 如果你有養過剛剛出生的貓 你應該會... 有這個經驗 那隻貓是... 不會走路的 即是她站起來 只是... 勉強站起來 很有趣的 那她走路 你會看到她是... 走走走走 自己會掉的 即是... 我很記得有一幕是... 我第一隻貓是... 走走走路的時候 整個... 即是... 整個身... 打橫地掉在地上 即是... 不會平衡 所以... 是... 她來到的時候 就已經會走路了 那我當時... 來到家的時候 我記得她的... 即是... 她好像我的手掌那麼大 即是... 一個... 非常之迷你 是一個手掌仔那麼大 那我就在一個... 即是... 我當時就放學回來 就... 見到她在一個紙箱裡 即是... 即是... 我媽媽跟我說 拿隻貓回來 那我就馬上衝回家看 在一個紙箱裡 那看到這隻貓是... 因為... 之前第一隻養的 我是虎紋貓 黑色底 然後金色間 其實第一隻貓是很漂亮的 貓仔 可惜五歲的時候就... 即是... 有場病就死了 五歲的時候 那... 因為我們住了一些舊了 那些舊樓是... 因為那些後巷比較邋遢 有些... 所以真的會有老鼠 如果你... 如果你不養貓 是真的會有老鼠的 所以我媽媽很怕老鼠 她很怕老鼠 其實我... 其實... 不能說不怕的 對啦 你正常人見 是一定會怕老鼠 可以跟她說 即是一個城市人 你不是... 從小到大 見到老鼠 那些... 你一定會怕老鼠 相信我 可能你現在住的屋邨 或者... 有錢的大廈 你不覺得 那關於老鼠 我可以... 有機會再說一說 因為我對老鼠很有經驗 這個後話啦 那... 因為有老鼠的關係 所以一定要養貓 所以就找了B 結果我放學回去一看 原來又是一隻黑色的貓 可能我媽媽也對上一隻貓 有個情意結 即是她都... 很不捨得那隻貓 所以她又找回一隻黑貓 那又是叫B 其實我第一隻貓 都是叫B 你知道那些... 我媽媽那些... 老人家嘛 她不會改太複雜的名字 什麼... 什麼... Angela Baby Isabella 那些... 你多過三個字 英文 我叫起來都很煩 所以就簡單一點了 那... 其實阿B是最容易叫最方便的 即是無論你... 你改什麼名字都好 你會發覺阿B真的有順口 還有最好的地方就是 那隻貓他的 其實貓是懂得聽自己的名字 即是很多人是... 覺得貓是沒有狗那麼聰明的 其實貓都懂得聽自己的名字 即是我一叫他阿B 他真的會自己走過來的 那... 所以就... 最簡單一點 因為阿B的音都很響 很容易讀 我叫他阿B 那... 但是他的毛... 他的毛雖然是黑色的 但他就... 偏... 偏... 偏淡黃 即是不漂亮的 那他的毛是白色的 那... 那... 我... 如果說毛色的話 第一隻貓是真的很漂亮 因為他的毛是金色 是反光的 那... 但是這隻貓就... 呃... 外型就沒有上一隻貓 不吸引 但我也是OK 喜歡的 那...上一隻是兒子 今次養回女兒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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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說真的 我自己養了兩隻 我覺得女兒是比較癡人的 就是... 會比較親近你 可能我是... 第二隻貓有經驗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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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床都很高,當時B手掌那麼大,床的高度也很高 他也跳不下去,所以很放心讓他在床上逛逛 我應該也不會突然吵吵吵吵吵,不會害怕這些事情 所以跟他玩了一陣 通常你讀中學就知道,放學後回家肯定很累 我記得當時是夏令,不知道他有分夏令,一時就放學 但一年只有一兩個月,所以就放學回來睡覺 我記得他在枕頭旁邊,我睡在枕頭,他在枕頭旁邊睡在一起 第一天已經非常親近 跟著就,始終他這麼小隻,就放他通屋走不是問題 但就是怕不小心踩到他,或者他自己跌倒 所以通常,始終頭那一陣子都是一個紙箱仔睡 但有時我有空就會拿他出來一起玩 可能929,即是可能他在旁邊這個新屋,他就認得我 我抱著他上床 那打後的日子,他就... 即是他經常都很喜歡上我的床 就是這樣 還有... 我其實不記得了,因為太久了 我忘記了小貓是餵他吃什麼 其實正常一看,好像是不建議你去S7買一些維他盒子牛奶 正常是不建議這樣餵 但當時我記得我們是這樣餵的 因為兩隻貓都是這樣餵的 但好像說不行的 但不吃都吃了現在這麼大應該都OK了 但正常有貓應該怎麼餵就... 我就不太肯定了 雖然我養了兩隻貓,但我也不太肯定 我記得小時候很有趣 貓的眼睛和嘴唇是粉紅色的 是會粉紅色的 到他慢慢長大就會變成黑色的 你留意一下貓的眼影和口唇 通常都是黑色的 但幼貓的位置是粉紅色的 即是... 即是跟女性某個部位一樣 大家知道我說什麼就不用特別說了 即是你可能Google一下貓仔BB的照片 你會發現是粉紅色的 即是嘴唇和眼睛 很可愛很可愛的 我現在都很記得小時候的樣子 即是跟老了是真的不同的 真的差很遠的 那貓的樣子 即是從小你對到大你一定知道的 那... 結果跟著到他會走會走的時候 即是熟習了新屋的環境 和傢俬呢 他真的... 然後就每晚都跟我一起睡 那我通常... 欸... 就是肚子旁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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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最好 weight 所以今天整體其它有些困 savoir 那... 我的東西這部分 真的有種很大弱的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就是去模仿喝奶的行動 就是用手掃一下嘴巴在嘴巴 你有養貓應該知道我講什麼 這是模仿飲奶的動作 通常我會用皮鋪在我身上 然後就會舀上來嘴皮皮 叫作嘴皮皮 一嘴就有時五分鐘或者十多分鐘不等 其實它會嘴到皮皮整個口水 整個皮的位置都是口水 如果你喜歡貓你就會覺得沒什麼所謂 通常是喜歡貓和不喜歡貓是很極端的 但如果你不喜歡貓你就會覺得很邋遢很骯髒 但我都喜歡了十幾年都習慣 還有為什麼我養貓最親近的必殺技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只要一看 無論牠在哪裡 即是無論牠回家 即是不見了牠 即是不知牠在哪裡 只要我一上床 然後拍一下皮皮 就會自己淡出來 對 我想嘴皮對貓來說 是至高無上的享受 非常之過癮 你有機會可以上網 有些Facebook 有些貓群組都會 post 貓是嘴皮皮的樣子 可能你會當牠是按摩 因為牠兩隻手掌會不停向前搓 搓搓搓搓 你都會很過癮 有機會你養貓就知道了 我建議如果你不怕 即是不怕骯髒 因為牠始終會有口水 即是如果你不怕骯髒 你就每天跟牠這樣搓 一兩次皮皮 那牠就真的會當你 完全會當你是牠的媽 加上一起睡 所以這隻貓是 即是跟我非常親近 反而牠和我媽 都認得我媽 但就不會 因為我媽 小時候就不讓牠上床 所以這隻貓 然後大了 就好像不太親近牠 那牠就算現在想給牠 那隻貓都自己不肯上床 因為牠有陰影 即是牠很害怕 牠很害怕進我媽媽的房間 即是 即是不要以為貓是不記得 如果你對牠經常做某些事情 牠就真的會記得 對 牠也是有陰影 所以小時候教貓是很重要的 那我非常幸運 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養貓 那些貓是不懂自己去貓沙盤 去AWS 但不知為何我養那兩隻貓 牠是自己懂的 通常牠們 即是你找貓沙盤 然後放貓沙內 牠就自己會去AWS 不知為何 其實我一開始還以為這些是很自然的事 即是很自然的事 即是可能貓生了一陣味 是令牠會上廁所的位置 但我看Facebook那些人 發覺他們很多都是不吃AWS 即是是AWS在你床 或者是AWS在地上 非常慘 那我很慶幸 因為我那兩隻貓都這麼長 其實還要特別提一提 可能你養到一隻貓差不多一歲 九個月至一歲 那隻貓就會發情 是叫春的 牠的聲音是靈性不同 牠平時喵喵喵喵 牠就變成噢噢 即是那些聲音是 你沒聽過 你不會覺得這些聲音是貓發出來 是非常奇怪的聲音 而且最大問題是 牠就會到處去AWS 這個真的很大問題 因為牠拉尿 牠不是真的濕近 或者牠不... 牠是刻意... 因為... 貓是會發情的時候 是會刻意地在周圍拉尿 因為牠想用那股味 去吸引異性 留意 去敦輪 沒錯 這個是非常之麻煩 即是你會... 你回家 一問到整間屋內 都有貓尿味 你這個人是非常啥的 然後你問過貓尿味 你會知道 最煩的是你不知道 那些貓尿在哪裡 你要找 牠很詭畢,牠的位置是很賤格的 就是你聞到浸氣,但你不知道要去哪裡 是想擦也擦不到 所以當時你可能會覺得很煩 但是貓貓發情是沒辦法的 因為證明完你有需要的就會打丁一樣 這個是真的沒辦法的 因為貓自己不會打丁 牠的爪沒有可能去獵到那個丁 如果你看過貓丁的話,你就知道 因為如果你養過貓公的話 你知道貓的那條丁是可以生肅治愈的 你可能不問我說什麼 但是養過貓公,你會知道什麼叫 你看過牠幫自己抹身的時候 那條丁就會非常之... 好像幽隱仔一樣,可以這樣形容 這次的影片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講一講這個發情的問題 那我們下次見,拜拜!